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安格拉JS开发webapp课程 这一课我们学习使用安格拉动画 我们终极篇的大部分内容都讲的是围绕着指令讲 然后这个指令呢 有部分内容比较枯燥 所以说大家学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我们主要 这一课主要介绍的就是安格拉动画 使用的 虽然安格拉自己有一个类似动画 但是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 但是学起来也比较枯燥 所以说我们这一课就介绍一个 介绍两个介绍两个空间 就是网上的一些插件 就是比较用的比较很好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些插件 这个是我自己做好的 从网上面下载一个官方的示例 那个包就是从 这个地方下载下来的 这是它的一个示例 它下载的示例里面 本身就没有包含安格拉JS 所以说你还是要引用一些安格拉JS库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就是 范例是两个例子 然后主要的就是这个内容 我们在项目中一定要再 引用它 你看 这个项目中一定要引用 这个 CSS 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要引用一个安格拉JS 然后引用它的主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里面非常炫的效果 我们可以左右的看一下 从上到下 是不是 滑走 从上面滑上来 对吧 很炫吧 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颜色 从左滑到右 是不是 还可以退回去 所以说这个动画还是比较炫的 你看 这还可以往往 通过X轴反转 你看这个更炫 所以说在页面上更丰富的我们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做出非常炫的数据展现效果 你看 我们一点查询就弹出来 对不对 这个可以用到那个查询结果 很炫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个是要努力的去学习 这个是可以展示那种 图片呢 对不对 我们浏览下一张 看弹出来 好 再点一下下一张弹走 非常实用的一些动画效果 重组 你看 可以测回 你看 这个可以翻转 删除的时候 删除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 我们可以想一下 删除的时候 删除一条数据不见了 浏览下一条 都可以使用这些 可以使用这种效果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可以反转 回来 这个还是比较炫的 咚咚咚咚 哎呀 酷毕 自己就不用洗 我们在项目中自己再去引用一些 发挥自己的想象 哦 降下来了 好 好 好 再接下来接着一个旋转的呢 这也是从网上下载一个实力 但是 当然网上还有更多的一些 好用的一些动画效果 我们有些档案 还可以自己自己去写 这其实都很简单 然后 指标就是从 学习它一些基本语法 然后这个 是引用了一个 嗯 嗯 GISAP的一个脚本 这是从网上下载一下的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 库 这个库里面呢 也是要得从官网下载 从这个网上去下载和 这个应该也可以是从 github下载啊 因为我都是从github下面下载出来的两个包 它里面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 官方网站上面 这个是压缩版的 这个是未压缩的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你看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插件 CSS 什么CADO啊 我们都可以去控制 非常强的 这里面 嗯 当然我们这个里面切记 我们要用的一个这个组件 要加上去 要不然的话会出问题 对吧 这些大家同学从网上下来以后 按照我这个事例可以去 嗯 演示一下 就是说自己去动手 把它引用一个jquire ui 然后引用安格拉 gis 然后引用 从网上下载一下的组件 这个就是他们的动画 非常炫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原代码 对吧 神医 其实 这个 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 用这种方法 去来声明它的一些变量 你看 这个是点击以后触发 其实是在这个 你看 我们 这个地方是控制它的一些语句 什么时候执行 怎么样执行 这个地方都有一些犯例 大家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官网给出的示例 或者是自己再去写一下 比较酷的一些动画效果 比如说正典的 或者是手机APP的一种滑动效果 我从左滑到右 然后进入一个主程序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来实现的 而且还可以做一些什么飘动的语音 然后很多很多的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然后自己去动手去做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这个比较喜欢 非常炫的一些动画效果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本次期教程